最近疫情有很多團體 都會安排派物資的服務 不過原來很多人都行動不太方便 馬上去到中心裡拿物資 所以就有團體安排了上門的服務 今天我就慎兼重任 因為代表830團隊一起去幫忙 你好… 我今天上來幫忙 對,謝謝你 我們今天會探訪甚麼街坊朋友 今天會去幾個朋友的家 他們都是一些離開不了固有地方的朋友 我們就去跟他們聊聊天 避免物資或看看有甚麼需要 照相,你好 你好 你好,你吃 我想請問,最近疫情 你家裡會做甚麼 看報紙 看報紙 對,看報紙,還有剪報 就是堅持每天都要剪報 就算疫情期間也無間斷 最近的口罩等物資夠不夠嗎 應該夠的 還有今天安泰會上來給抗疫物資 對… 很開心 其實我們最重要是分享物資 一個橋樑 最主要是想看看有甚麼可以幫助他們 因為疫情下 即使有排隊賣 他們也未必能排排 有很多朋友 所以我們上來就希望有甚麼可以幫助 最主要是需要它 所以我幫我们找不到 我覺得我們可能 zal Nharno 她能踏在你身上 真的有一個自主也 這個體驗 在疫情初期看到他們類似求救的帖文 了解到原來他們有一個買不到的需要 因為我們上網購物 我們買不到可以到街上排隊 但其實獨居倫宜人士 或者嚴重病患是做不到這件事 所以就萌生了這個意念 最初是想上門去除了分配物資外 看看能否幫他們買到甚麼 好,我幫你… 你好,Kathy 你好,今天我們帶了少許來探望你 你最近應該比之前少出街很多 對,除了看醫生去商場那邊買菜 我知道你今天因為安泰華 有一個重大任務,要過來幫你 你是否想開冷氣? 對,很容易 準備了濕紙巾、給他擦擦擦擦擦 還有洗aeda CNC 真的好了 很乾淨 你轉來給朋友吃嗎 我選擇ого Towali 謝謝 我用830加熱的口罩 可以幫你賠錢 對 對, 我們也有努力製作 上午和安泰一起上門做探訪 不過她覺得始終上門探訪 時間和人力資源上都有限 所以跟一些社福機構合作 希望可以將更多物資 派給有需要的人 找了不同機構一起合作 因為他們有本身服務的受載人 例如輪遺人士或嚴重病患人士 他們可以很迅速地幫我聯絡 他們有需要的家庭 接著受載人的照顧者 可以幫他們下來中心收集 可以一次過派幾十戶 甚至一百戶 你好… 我想問你們最近家裡會否很悶 疫情不能外出 可以, 很悶就不能約男朋友 不好意思, 男朋友… 很悶… 來到中心, 剛才又一起包一些物資 給朋友和見朋友 和中心的同事, 會否很開心 開心… 今天整個探訪 我想最印象深刻的 就是80歲的詹叔叔 雖然他年紀較大 行動也不太方便 最近的疫情更加令他不可以經常外出 但是完全沒有影響他對於生活的執著 以及生活尋找樂趣的能力 在家裡不能外出, 又如何 他依然可以打扮到自己很有型 很有自己的風格 享受自己剪報紙的樂趣 我覺得我真的要學習他 疫情當中, 少點埋怨 多點發掘身邊的樂趣 疫情刺激蔓延, 全港同恨抗疫 如果有鼓勵的話 或者有關疫情的片段想發表 歡迎用手機拍攝一分鐘打氣片段 上傳至港台網站 我們在乎你, 拍片救地球專業 就有機會在港台電視31或32播出 歡迎收看